这个少年一脚踢爆大黄虫 明明战力满旗 却说自己是菜鸟 这是多凡尔赛啊 当然啦 这也不能怪他 在他们科隆村 村里全员都强盗变态 他的确是村里最差爱的一个 但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自己真不赖 除了实力 当然啦 男主的女人也不少 超级无敌 沙雕快乐 你期待的全都有 他就是男主罗伊德小罗 他的梦想是当兵 所以不远千里来到王都 借宿在村长介绍的魔女家里 因为生来无敌 不安适事 不小心约了一把小魔女 魔女自此下定决心 让他重新学习一下 生活的常识 首先从打酱油开始 看到这繁华的王都 乡下来的小罗惊呆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来参加试官考试的人很多 有不少知名的强者 甚至还有别国的特工 而且招来了不少的魔物 此时在广场上 有一位穿着古怪的女孩 一来参军 被一个高个子拦住 一顿冷嘲乐讽 堆重男人 女孩选择了无事 我这样说干得漂亮 女孩名叫赛莲 人称皮带鸡 也是一位地方贵族 据说女孩小时候表情 碰了诅咒皮带 导致脸部被皮带缠住 摘不下来 就跟怪物一样 此时真的有一只怪物 巨型大黄虫突然出现 将赛莲堵进了死胡同 大黄虫率先发起了攻击 女孩剑撞连忙闪避 拔剑还击 但只见黄虫突然震动双印 一场飓风将女孩 瞬间击飞摔倒在地 此时的女孩毫无还手之力 只见黄虫大口一开 眼看一场悲剧就要发生 危急时刻 打酱油的小罗从天而降 一脚活活踢爆大黄虫 然后 虽吹归之力的 随手将黄虫丢出了太空之外 好家伙 什么是高手 这就是高手 成功救下女孩后的小罗 见女孩身上满是灰尘 还温柔地用手帕 擦了擦女孩的脸 女孩还想多问一句 但酱油还没打呢吗 什么叫直男 这就是钢铁直男 回到家的赛莲 回想起刚才的画面 对强大的小罗很是心动 可自己这被皮带缠绕的脸 让他很自卑 为了这皮带 从小他受了不倒白眼 虽然他父亲请了牧师帮忙 但据说只有满疾的魔法才能解除 这世上哪来这么多的满疾 就算有 哪有这么容易碰到 一想到这儿 赛莲伤心了 开始用力地撕扯皮带 紧接着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这皮带居然开玩笑似地解开了 看到这儿 小开的铁粉应该都懂了 这小罗打扫卫生擦桌子 都是用的魔法卢文符的手帕 这下误打误撞地解除了赛莲的诅咒 不用怀疑 这就是生活小妙招的魅力 你学废了吗 从那一刻起 赛莲就认准了小罗是他的真命天子 而此时的小罗不只学会了跑腿 还学会了送礼牌马屁 哄的魔女那是一愣愣愣的 很快到了参军考核的这一天 身为教官的梅上校 正在查看广场上的考生 为了增加军队的战斗力 他招募了不少的强者 比如傲娇的贵族男亚兰 诅咒刚解封的黄毛赛莲 还有绿毛独臂女佣兵力和 此绿毛可不一半 曾打过自己老板 臭名昭著 而且还在被通缉 但没上校为了拉拢强者 许诺他只要参军就撤销他的通缉令 而这绿毛此时太想大事了 力和本来在观察 有没有可以利用的傻蛋 但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内力 是什么让他如此慌张 没错 这是小罗 虽然眼前这个少年普普通通 但女人的直觉 在他体内发出警告 这货绝对是个大佬 力和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 惹怒大佬会被当场打爆 而小罗有礼貌的打了一声招呼 直接把力和吓到了灰气 场面一度失文尴尬 而就在此刻 赛莲从天而降 深深踹破了尴尬 莫德様莫德様莫德様 莫德様莫德様 莫德様莫德様莫德様 莫德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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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様莫德身震的爱慕之情 而绿毛趁机刚想开虐 被赛莲一把逮住 一副正宫背小三的架势 此时好在小罗一句刚认识的 才救下了力和 接下来考试开始了 绿毛力和 力和认识没上下的关系 向他打听 她是什么 不知道 你是什么 她是自甲提案的 莫德也是一脸懵逼 莫名其妙的 突然来了个自愿的王者 而在场所有人 包括自己在内 没有一个是她的对手 此时在母女家 师傅又不正常出现 和玛丽一起喝着小茶 等待好消息 他俩根本不担心小罗会输 毕竟谁会拒绝一个龙奥天呢 诶 还真有 龙奥天光荣的落榜了 这还真是离谱 是谁挡了小罗 给我站出来 卡我保证不打死 好了帖子们 我是小卡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点点赞 明天去找一下那不要脸的是谁 拜拜